这样才真正叫圆满 次第里头没有圆融 圆融里面没有次第 这也不是最完美的 也不是最善的 所以他次第里头有圆融 圆融就是没有次第 没有次第里头又有次第 像我们现在上这个高楼一样 高楼有楼梯 楼梯是次第 除了楼梯之外有电梯 电梯就没有次第 同时具足 这个才圆满 我们才安心 这个用来比喻佛法了 佛法非常接近的这个样子 从次第上说 第一个是地藏菩萨 我们从哪里下手呢 从地藏菩萨下手 此地的进宗学会 最近买了一个会所了 有了地了 事数事件一切法 你没有地藏菩萨 你没有土地没有场所 你什么也办不成 自己一个人呢 也要有个小小的家了 也要有一块地方能够落居 地是最重要的 而地藏菩萨 他所代表的 这个地是新地 藏宝藏 我们知道 我们一个人 生活在这个世界 已经离不开大地 我们要依靠它生存 一世住行 都要两耐大地的物产 大地含藏 无尽的宝藏 我们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佛教我们修学 首先要从心地上下功夫 我们的真心 本性里面 有无尽的智慧 有无量的德能 那就是你心里面所含藏 这是自己心心里头 本来具足的 虽然自信 有无量的智慧德能 我们今天的智慧德能 好像丧失掉了 变成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而佛给我们修 我们的智慧德能 跟祝佛菩萨没有两样 这个能力丧失了 虽然丧失 佛给我们修 并不是真的失掉了 怎么失掉呢 迷失了 如果你就无聊 这个智慧德能就又现起了 又恢复了 迷了啊 迷的样子是什么 我们先不要探讨 我们先不要探讨迷的理论 为什么迷的那个讲起来就很深了 迷的样子是什么 妄想是什么 分别是什么 执着是什么 我们现在真调 一天到晚起心动念 大妄想 妄想分别执着 这是你的样子 绝的样子 是什么呢 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 那就是绝的样子 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真心理念 我们人人都有个真心 真心里面没有妄念 有妄念的这个心叫妄心 那个心是真心 真心里头有了妄念 所以就不叫它做真心 叫它做妄心 真心是理念 我们学佛没有变得 恢复真心而已 也就是修学第一个目标 是把我们心地的宝藏开发出来 佛法不是向外求 这个大家千万要记住 佛法向自信当中求求 所以佛法是心法 在古印度 佛学称为内明 印度在古时候 把这个学科也很累 不像现在分得这么细 它分得简单 分为五大科 而佛学这学这一类的 分为内明 这是向内心里面去求的 不是向外的 所以佛法是 启发自信的教育 恢复本能的教育 地藏经上就是给我们 宣说这个方法 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心性里面 具足大圆满 这个地藏经 我相信许多同修念过 如果你不懂它的意思 你念金刚经 好像念神话小说一样 佛的经典 从表面上看 可以分为两大论 一种讲诗 地藏经讲诗 梅桃经也讲诗 所以你看起来像看小说一样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一样 但是这一种经最难讲 诗里头有道理 你不能把道理讲明白 讲清楚 这些事情谁相信 反而这种经典难讲 另外一种的呢 讲理的 像金刚经讲理 心经讲理 讲理的 我们反而好懂 很佩服 可是理里面有四的 如果不把四识说出来 那这些道理里都落空了 都变成空理了 这是佛法的经论 我们研究讲解 都不能不知道的 讲诗的地方 你要懂得理 讲理的地方 你要晓得这个理 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第一章经也开断 还没有讲到经文的时候 他先放光显锐 放这个大光明云 就算 чем Mozart 在这种诗说出来 我们定习 categories 替你 读习